收听中环汇海财经网站8月27日的收市广播 恒生之数继续表现反复 正如前两天所说 因为期指结算前为大市是没有方向的 收市来说今天一游回到210点到2521点 成交是增加到15亿 上升的股份有7-8只 亚电股份也有超过1500只 今天来说看重绑股的表现 腾讯升了1% 上升558元 留意一下 564元 这个就是腾讯之前是三顶的阻力 看看能不能穿 如果能穿的话 相信腾讯有力再上 挑战更高的位置 但如果不能穿的话又下来这个环汇 9988年升 几天之后 今天轻微就靠稳了 收市升了不够0.1% 报280元6毫 3690美团点评 今天都挺帥的 升了4.7% 报271元 继续是磅上市的新高 110小米就认真强劲了 业绩公布之后 大行纷纷调报目标价 收市升了11%报21.35 逼近上市以来的新高 高位 除此之外 今天个别的股份来说 做得不错 例如6060 中安在线公布业绩之后 盈利 纯理来说大增了4倍 所以刺激股价升了2.2% 报53.7毫升 另外板块方面 今天软件股 开玩了大市 即微盟升了6% 报12.28 388 金山软件更加升了9% 报44.7毫升 268 金碟也反弹了4.6% 中国软件 今天都升了7.8% 看见大市来说 始终是炒股不炒市 因为始终是业绩期 但业绩期很快过了 今天是星期四 今天稍后的时间 很多公司会公布业绩 明天都是业绩期 差不多是最未升的了 在今天的业绩期来说 投资者可以看一看 股份的软件比较重重 例如中国石油 看看石油股方面的情况如何 另外主要是恒大健康 因为恒大健康今天708来说 升了9% 报28.1 主要将会改名为恒大汽车 但业绩出来的结果会是怎样的呢 这个也就拭目以待了 另外物馆股方面 就是6098今天做得相当好 升了70% 继续创上市的新高54.6% 因为业绩出来 其实早前都快了营起了 出来的业绩再给营起好一点 所以就大升 9983 建业新生活 今天来说 也是根据升了7.6% 上市的11元 这一项股份来说 会在今天公布业绩的 除此之外 投资者都可以留意一下 例如今天给我送广的 平保 2318 会公布业绩 2318 今天来说 微跌了1%左右 另外来说 就是656 复升国际 也是会公布业绩 但是走势来说 就真的一般 都是慢慢地滑下去 另外来说 就是这只股份 本地将要留意一下 137 因为自从 这只股份来说 早前都是公布了营起 就是说 半年来说 是有一个营利在 因为过去几年都是亏钱的 公布了营起之后 股价就是直线上升 可以这么说 由这个是4.5元 就标到接近10元 今天升了1% 9.56 看看业绩之后的情况 要去以后 其他股份那方面 都可以看一看山东黄金 1787 今天来说 升了5% 21.7 因为黄金来说 是过去半年来说 就升得很夸张一下 由先三元左右的美金开始 升到现在是2,000元的美金 这些金矿股 比如山东黄金 这些结果来说 盈利应该是有很大的帮助 但结果出来的情况会如何呢 无期待了 除此之外 就有些内房股 比如有这个万科 202 六成 3900 这些来说 都会公布月跡 最后都是说中芯国际 981厘都会是 在今天来说 是公布月跡的 这样的股价升了3% 好 那说回来 恒指就继续炒股 不炒市 我相信来说 就八月差不多 叫横行格局 就 完了八月之后 月跡期过后 相信市况会有新一番景象 到时都看看恒指 是向上炒还是向下炒 那今天的收市看息暂时是这么多